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佳华 东非爆发数十年来最严重的蝗虫灾害 蝗虫随着风势飞行到肯亚 索马利亚 伊索比亚 以及乌干达等国家 严重摧毁当地的农作与生计 专家认为这波大规模的蝗灾 可能是受到气候变迁影响 不寻常的暴雨成为蝗虫暴增的温床 联合国粮农组织已培训600位青年 协助对抗蝗灾 希望赶在6月雨季之前控制虫害 否则蝗虫数量将暴增500倍 造成空前的粮食危机 东非爆发数十年来最严重的蝗灾 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导致粮食危机恶化 成群的蝗虫随着风势移动 一天内可飞行100到150公里 遍及肯亚 索马利亚 伊索比亚 乌干达等地区 肯亚更是面临70年来最严重的黄海 清洗范围约2400平方公里 群聚数量每平方公里可达1亿5000万只 专家估计即使是小型虫群 每天吃掉的粮食量也可供3万5000人食用 严重摧毁当地农作与生计 也加剧粮食短缺的危机 引发如此大规模的蝗虫入侵 专家认为是受到气候变迁 天气异常的影响 不寻常的暴雨成为蝗虫暴增的温床 加上气旋发生频率增加 强度变大 让蝗虫群更容易扩散 为了对抗虫害 坑雅政府派员诊治 喷洒杀虫剂 避免蝗虫继续繁殖 扩散其他地区 然而蝗虫群破坏力及繁殖力 和移动速度惊人 尽管当地政府已喷洒杀虫剂 但资源不足 控制黄害的程度有限 联合国粮农组织向捐款者 及其他组织紧急求援 并培训600位青年协助对抗蝗灾 希望能赶在雨界来临前 控制住灾情 蝗虫出没地区难以掌握 加上药剂设备承重 让扫虫行动困难重重 根据负责面蝗虫计划主任 莱塞戈尔的资料数据显示 蝗虫自1月入侵藤牙以来 已从34个地区暴增至近百个 联合国粮农组织曾警告 若无法在雨季前控制虫害 蝗虫数量将在6月暴增500倍 若不加以遏止恐掀起 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 这样是综合报道 印度新德里街道冷冷清清 只剩小狗和鸟儿自由的移动 由于武汉被言肆虐全球 为控制疫情 印度首都新德里及多个省市 进行封锁或封城 而印度总理莫迪也接着宣布 自25日午夜起 全国全面封锁21天 莫迪发表电视谈话强调 21天的封锁期似乎很长 但这是确保每个人都能安全的唯一办法 更呼吁民众不要恐慌 因为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 将确保基本物资不中断 也将拨出1500亿卢比 约和新台币592亿元 加强应对武汉肺炎的卫生基础设施 根据印度卫生与家庭福利部的统计 印度累计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超过500例 由于当地医疗资源不足 无法大规模对疑似感染者进行病毒检测 社交距离被印度中央和地方政府 视为目前最有效的办法 全面封城后多数商家已拉下铁门 不过按照政府规定 餐厅虽然不能让顾客上门 但能提供线上点餐外送服务 我们没有提供到外送服务 食物只需要饭 在家里我们只能给他们的食物 我们都必须感谢 政府政府已经在带上的步骤 是好的 尽管因此业绩下滑 业者也对政府做法表示肯定 莫迪指出印度正处于关键的阶段 即使是一个失误 很可能让致命病毒像野火一样传播 呼吁民众遵守规定 政府也正严理一项经济计划 解决印度全面封锁 所带来的经济冲击 中央社记者控制人新的力道道 中央社记者将去 中央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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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 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 掌握全球脉动 英国王室25号发布声明 71岁的查尔斯王子感染武汉肺炎 索性症状轻微 身体状况大致良好 她的妻子卡米拉 则没有受到感染 两人目前正在苏格兰的家中 自我隔离 而已居温莎城堡防疫的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上次见到儿子是3月12号 健康状况目前良好 克莱伦斯公表示 查尔斯王子最近公务繁忙 接触的人众多 很难判断 他是从哪里感染到病毒的 武汉肺炎在英国蔓延迅速 已经有超过8000个确诊病例 首相强生23号宣布 三个星期的严格禁令 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 或是无法在家工作的民众之外 一律禁止外出 公共场合超过两人的集会 也不被允许 庄社特派记者实地走访伦敦街头 过去满满观光客的重要景点 伦敦眼早已停止营运 周边一片空荡荡 只剩下零星的民众在运动 大笨钟前的西敏桥也十分冷清 另外英国国会暂停开议至少四周 国会前广场也人烟稀少 街头冷清 通勤人数大幅减少 过往人身顶背的滑铁路车站 现在只剩几位行色匆匆的乘客 地铁月台 车厢内也空无一人 目前伦敦有将近三千人确诊感染武汉病毒 是英国的重灾区 市长沙迪克汉表示 伦敦人需要做对的事 那就是待在家里 中央社记者大臣伦敦报导 武汉肺炎席卷全球 泰国25日新增超过100例确诊 卫生官员表示 病例激增累计确诊人数至少934人 泰国总理帕拉育也宣布 26号起进入紧急状态 所有陆海空口案禁止外国旅客入境 除了外交官 国际货运运输业者 以及有泰国工作证的外国人 而泰国人仍然可以返国 泰国多所教学医院 携手将法征大学学生宿舍 改装成泰国第一间因武汉肺炎 而设置的临时医院 缓解曼谷医疗机构压力 由于临时医院没有配备 治疗重症设备 不收高龄确诊患者 只收至轻症或没有症状的确诊患者 不是患者的患者 不是年轻人 不是那些患者 不是那些患者 然后全部都不错 但仍然有正确诊患者 所以我们将来帮助他们 到14天到处 宿舍共308个房间 每层楼和每个房间内 都安装监视器 方便病人有状况 能随时与医护人员视讯联系 为避免武汉肺炎疫情扩大 曼谷捷运已强制所有乘客 必须戴口罩才能进展 中央社记者旅新会曼谷报道 武汉肺炎1月起在中国各地蔓延开来 多个城市陆续宣布封城停工 造成经济活动停滞 但可喜的是空气污染程度大幅改善 美国太空总署NASA 近日公布了1、2月 中国大陆上空的卫星云图 发现整个中国的二氧化氮浓度 明显降低 NASA指出 这是第一次因为特定事件 在一大片带庄区域 出现这么明显的空污改善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 以及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家华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